逐步重貶 通用汽車奧迪 都將在本週停止俄羅斯的銷售活動 暫時撤出當地市場 德國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靜陽 顯示民眾忙著採購耶誕節禮物 並對新年抱持樂分希望 油價暴跌 全球各地的石油投資計畫成為僵屍案 研究公司預言 如果明年油價還是低於65美元 將引發數十年最大的撤案潮 繼美國之後 南韓也決定推動於北韓盟友 古巴建交 好 現在2014年倒數了 而股票市場也再度掀起了 上市上跪的熱潮 我們以Momo網購跟電視購物 站穩市場的富邦媒體公司 就在今天正式的掛牌上市 而他們一開盤的價格 立刻衝上了290.5元 而跟當初成商的價格是230元來相比 中千戶今天等於是現賺了6萬多元 而且我們以盤中高點299元來看的話 漲幅更是將近30% 最多可以賺到將近7萬塊錢 而公司的董事長就透露說 其實整個集團的大董蔡明忠跟二董蔡明星 這兩人也很愛網購 而且自己還擠進了網站 年購物平均30萬元以上的前200名大戶 好 繼續看到的是蘋果執行長庫克寫信感謝員工 在這一年新產品的創新上所做的努力 不過庫克的信中並沒有感謝代工廠的勞工 而代工廠工時過長的問題 如今再度浮上了檯面 英國BBC就報導 他們透過了隱藏攝影機拍攝 蘋果代工廠何碩 在大陸iPhone6的生產線 很多出現了員工過勞而睡著的畫面 其實針對這樣子的畫面跟報導 何碩董事長童子賢表示 BBC其實是使用部分的舊資料 還有斷章取義的方式來做報導 好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蘋果的部分 其實執行長也就是庫克 他一年的年薪高達了新台幣1.3億元 可以跟剛剛看到很多的基層員工 可以說光是薪水上頭就差了好幾千費 而也因此我們也知道 其實很多高階管理人 他們的薪資在整體的就業環境市場上 可以說是領先指標 回過頭來我們要帶您檢視一下 台灣總經理們 他們的平均薪資到底有多高呢 這個結果非常令人意外 因為台灣總經理的平均薪資 現在呢調查出來了居然輸給印尼 輸給泰國也輸給了馬來西亞 這些我們印象中是進口印庸泰庸的國家 不過呢事實是現在的台灣 真的成了所謂的低薪聚落 不只年輕人抱怨22K 而且呢就連這個就業市場領先指標 高階主管們他們的薪水 也明顯的輸人一大節 我們先來看看明年的展望吧 最新呢由國泰金控發布的報告表示 我們來看到呢因為幾個原因 第一個呢大選底定 基本面現在比較穩定 再加上呢油價下跌 也因此呢通膨展望 創下了歷史新低 也因此呢12月景氣的樂觀展望指數 是呈現小幅回升的 從11月呢當時是-0.8 現在呢12月已經回升來到了2.6分了 而至於呢對於整體大環境的預期 我們看到呢對於未來半年的股市 現在呢有25%的人是看漲的 不過呢有將近4成的人是看跌的 而至於呢對於未來半年的物價 依舊有高達6成5的人是看漲的喔 不因為油價下跌而因此影響 只有5.5%的人覺得呢未來物價會跌 而至於呢跟大家你我更有關係的 就是對於自己薪資收入的期待 這個部分也有結果出爐了 目前呢大約有半數的上班族 51.3%的人認為說 明年應該是不會調薪的 不過呢對於今年的年終獎金的部分呢 現在也開始出現一些預期的數字了 目前呢有高達了6成的人認為說 年終獎金會在一個月以上 這個數字呢比去年是稍微樂觀一些的 當然呢也有超過半數的人 預期呢今年的年終獎金大約是1到3個月 可以看得出來數字是比去年小幅增加了一些些 只是呢大家這樣子就滿足了嗎 最新一期的商業週刊就提到了 現在台灣的職場就像是一鍋溫水煮青蛙 過去呢是60度而現在則是80度 如果再不重視未來只會越來越慘 而我們要帶您看到呢其實整個數字就會說話 先看看呢由全球最大的人力諮詢公司 他們所發布的亞太區調查 我們不跟全球比而是就跟亞洲比 我們從最高階的總經理或者是部門的最高主管 他們的薪水先來看起 來看看呢到底這個你的老闆薪水多少錢呢 2014年亞太的高階主管年薪排行榜的部分 澳洲排第一名來看到1130萬的年薪 新加坡1040萬 中國呢也有了1000萬 印尼看到了550萬 而馬來西亞550萬 泰國530萬 台灣則是520萬 其實呢從這邊開始呢通通都是 整個亞太區裡頭的後段班了 第11名是菲律賓440萬 12名是越南400萬 第13名則是印度370萬 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得出來喔 台灣已經不是跟這個所謂的亞洲四小龍比 而是跟很多的這個我們大家覺得 是東協國家的國家在比 而且呢成績還比他們差 來看到了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薪水 通通高於台灣了 現在呢比台灣低的亞太區只剩下三個國家 分別是菲律賓、越南跟印度 最低的印度呢 這個總經理的薪水是370萬平均 不過呢這個是年薪排行榜 另外一個呢可以說更驚人的數字 我們要對您看到 則是所謂的總體調薪率 這個總體調薪率呢 關乎的是全部的員工 來看到薪水最高的澳洲 他們調薪率是3.7% 新加坡4.5% 而中國呢還有8.3%的水準 不過呢我們要繼續來看到台灣了 台灣在整個呢薪資的排行榜上 是倒數第四名的 輸給台灣的這三個國家 在未來整體的調薪率上呢 來看到菲律賓6.9% 越南高達了11% 而最後一名的印度 明年的調薪率預估是10.8% 也就是說呢我們以這樣子看下來的話呢 未來的三到五年之內 台灣呢很有可能從現在倒數第四名 很可能呢直接會到最後一名店底的角色了 也就是說呢當連高階主管的薪資 都漲不太動的時候 其實呢中低階的員工更是難以翻身 而接下來更殘酷的現象是 其實呢像剛剛的低薪現象 不只呢發生在總經理 不只發生在大家的身上 其實呢也不只企業找不到第一流的高階主管 現在呢另外一個警訊是 就連台灣最好的學府台大 都面臨了找不到教授的窘境 我們來看到台大財經系的系主任就感嘆說 現在呢其實很多台大看上的國外畢業博士 都被香港或者是中國大陸給搶走了 而且呢發生這個警訊不只是台大的事 其實呢更象徵台灣的低薪現象 如果無法改變 就連未來這個最基本的人才培育都可能會鍛鍊 我們以台大財經系這個全台灣最高分的財經系來說 我們來看到他們助理教授的年薪到底是多少錢呢 說出來大家可能也還蠻驚訝的 因為呢這個台大財經系助理教授的月薪 只有大約是新台幣7萬元 合計呢年薪是96萬 這個7萬呢並不是特例而是所謂的一個默契在的一個公定價 而至於呢來比看看其他國家 在大陸的話呢同樣是助理教授 這個職位大約領425萬呢 算下來呢幾乎呢是台幣變人民幣了 而香港呢則是630萬 美國更是高達了850萬 可以看得出來大陸是台灣的4倍 香港呢是台灣的6倍 美國呢更是超過了8倍 也因此呢其實說到底現在台大請不到人 還是因為給的錢太少了 也因此呢短期的因應之道 像是呢國泰人壽 他們也很著急了 最新呢捐贈了1720萬元給台大 而且呢要專款專用當作台大的聘財基金 而另外呢他們也出動了一級主管群 直接呢到台大來授課 主要就是因為呢像是學校跟企業的關係 國泰集團很多的金融人才都是來自國內的頂尖大學 如果呢就連這些學校都請不到像樣的教授 不出幾年就連企業要真才恐怕呢都會出現問題了 而如今因為低薪人才短缺的狀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而另外根據了英國牛津研究機構 跟國際知名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 他們呢所做的一個報告叫做Global Talent 2021 這個報告就預測說了 在短短的這個六年多之後 2021年台灣將會因為國際事務人才的嚴重不足 而成為全球人才最缺乏的國家 我們來看到根據了這一項報告呢也指出說 2021年亞太區人才缺口指數 前段班呢包括了印度印尼跟菲律賓 就表示呢這三個國家表現是相當良好的 他們呢可以作為人才輸出的國家 人才資源可以說相當豐厚 而至於呢中段班的部分呢 包括了馬來西亞跟中國 可以說呢可以說維持一個平衡 自給自足的狀況 而後半段呢則是比較慘了 因為呢人才出現了缺口 可能要靠別的國家的人才來幫忙了 這個後段班包括了澳洲 包括了新加坡 包括了泰國 韓國 日本 還有台灣 大家可能會想說這個後半段的名單 其實呢也還蠻長的 很多國家都在後段班裡頭 不過呢有一點要特別值得注意 因為呢台灣是後段班當中的最後一名 人才缺口指數達到-1.5 這個數字呢可以說是全世界最低的 可以說非常的慘 而且呢來到了2021年的時候呢 到底哪一行缺口會最大呢 第一名就是飯店餐飲業 也就是說呢如果大家現在還沒有選定 自己要做什麼職業的話 在未來的幾年之內 飯店業會是最缺人的行業 第二名呢就是建築工程業 而第三名則是所謂的外包業 如今台灣不僅是中高階人才 被挖角外流而已 其實包括了專業人才 像是這個科技軟硬體的工程師 醫療 教育 行銷 財務 就連這個飛機機師等等的專業人才 都在外流當中 而這個問題很難解決 除了政府努力恐怕呢 企業主自己也應該要改變思維 留住人才不能夠只靠cost down 不能只靠節省成本 如果呢像這樣子的惡性循環 一直下去的話 台灣很快就會成為亞洲最墊底的國家 而如今呢也有一些企業趕快展開因應之道了 像是為了要留住人才 不少科技廠推出了配股的政策 像是根據了鄭家所公布的董堅持股資料顯示 像是宏達店的執行長周永明 寧夏的宏達店股票 11月份就暴增了300張 財務長張佳麟也增加了200張 而雙A之一的宏基在今年 也曾經推出了限制型的股票計劃 對象呢鎖定的就是剛剛說的中高階的主管 他們呢要發出一共是5萬張股票 增加主管們留下來的用意 好 今天的天氣沒有前兩天這麼冷了 各地溫度都稍微回升了一些 最低溫的 好像最近這樣低溫的天氣當中 很多人都已經是受不了了 如果在這個時候 還要在零下付10度的冰工廠中工作 不知道要付多少薪水 您才願意呢 因為在冬天對於冰工廠的老闆來說 真的可以說是一大挑戰 因為他們其實一年到頭都在缺工 尤其在冬天會最嚴重 老闆說他們就算是冬季 起薪也有3萬5 而旺季是5萬元 但卻常常找不到人 而且就算找到了也都做不久 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冰工廠的老闆 乾脆都把工廠直接收掉 好 明以時為天 繼續看到的是中鋼公司 他們打破了鋼鐵廠硬邦邦的形象 現在呢居然也跨行賣其美食來了 在中鋼員工們都說 中鋼有三寶 可以說分別是水餃 蔥餅跟XO醬 而且多年來他們堅持不掌架 光是一整顆紮實飽滿的豬肉 高麗菜水餃只要3塊錢 而且一天最多就能夠熱銷3500顆 而最特別還有像是蔥油餅 不只裡頭夾雜了整個滿滿的青蔥 而且這一張蔥油餅比人的臉還要大 很多人都喜歡在家裡養寵物 如果這時候寵物會幫忙做家事 是不是就更棒了呢 來看到美國有一位網友 他家裡的貓咪會幫忙帶小孩 這隻貓咪會一邊搖籃來哄人類弟弟睡覺 相當的卡哇伊 好其實卸妝也是一門學問 也因此建議愛美的女生 除了挑選適合自己肌膚的卸妝產品之外 正確洗臉之外我們搭配一些截眼小物 能夠讓肌膚更清潔 接下來關注歐台旗與歐台選的今日行情 歐台旗歐台選是台股期貨與台支選擇權的盤後交易商品 馬上來看到今天台股期貨收盤是9019點 漲了161點 歐台旗最近月1月目前是9018點 小漲了1點 而下圖是歐台旗最近月1月今天的量價走勢圖 接下來歐台選周到期契約12月第四周 價平9000點 買權86口賣權91口 價平附近最大量買權9100點有233口 賣權8900點有90口成招量 接下來歐台選最近月1月價平落在9000點 而價平附近交易比較集中的序列 在買權9300點有64口 賣權8800點有103口的成招量 以上是今天的歐台旗歐台選交易行情 提供交易人跨市場避險及套利的管道 日本的東京車站明天滿100週年的日子 而且現在出現了非常漂亮的彩燈活動 希望最後帶您快去看看 新鮮收看今天的財經八月檔 我是張正華 我是李若杰 我們下週一晚上8點見